台湾行政院的纾困2.0计划全面启动 院长苏贞昌表示 包括中低收入户与弱势 计程车司机与游览车司机等 有90万人本周现金入账 行政院纾困记者会由行政院长苏贞昌亲上火线 更拿起长长的撞球杆 以大型LED亲自说明纾困政策进度 他首先感谢立法院通过特别条例 表示政府不公防疫超前部署 纾困政策更要与时间赛跑 现金发放总共1035亿 本周将有90万人陆续领到现金 包括87万名中低收入户与弱势 每人每月补助1500元共三个月 10万名计程车与游览车司机 每人每月补助1万元发3个月 100万名自营业者一次发3万元 本周将有10万人领到 补助受创产业员工薪资4成3个月 未来现金发放是否进一步扩大范围 尤其追加预算是否碰到举在天花板 苏贞昌这么看 财政俱例严格要求情形下 结果我们年度胜移 这一年一年都很好 我们不但蔡总统是这样要求 我们还有一个很强的主记长 所以先已经有这样的天花板 换宽 但钱不是乱花 而且看我们这一路走来 也没有乱花钱 苏贞昌表示现在政策在纾困阶段 未来疫情的变化很难说 会视情况随时动态检讨 也欢迎各界给予相关意见 新唐亚太电视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